- 走! - 走! 測驗我的風貴族的成績 腳的皮膏還是蠻明顯的 很痠耶 最後三公里 - 走! 快吐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家人隊 我們現在仍然來到風貴族 又來到了一年一度的 現在是騎初還騎中考測驗了 好久沒有來測驗我的風貴族的成績 這陣子呢我也已經 算是回歸到比較認真的跑步跑者 所以騎車真的比較少一點 但是畢竟還是很好奇自己現在騎車的能力如何 甚至我在Challenge台灣的時候 騎車成績竟然還有進步耶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測試一下 久違的風貴族測試 上一次測驗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24還25分吧 其實成績沒有到很好啦 我的最佳狀態的時候可以到23分 現在可能沒有辦法 但我就盡力而為 待會也會挑戰一下 在我現在都是在準備全馬的這個過程 到底我的風貴族可以騎到多少 最重要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要測驗的夥伴 也就是我現在車上的輪組 上面的輪胎 馬吉斯的New Hyrule SL 待會呢我就會使用這條New Hyrule SL 非常低滾組 而且騎乘起來是非常高競賽性能的輪胎 陪伴我挑戰我的風貴族紀錄 那我們就出發吧 3 2 1 Go 那麼久沒騎還記得哪裡要上坡哪裡要停路 其實有點旺 但大概看到畫面 看到路線可能就會記起來啊 第一段就是很陡上坡 等一下就會開始慢慢的 溫水煮青蛙的一段 也會接著過來 然後接下來左轉之後下坡 大家可以有印象 腳的疲勞還是蠻明顯的很痠耶 昨天已經輕鬆跑了 切大排 切大排 兩公里了 軍華2 3 4 好像比之前那低一點 下坡第二個加速段 那4個prechen 這個是大排 1個 5個 1個 1個 3個 2個 1個 3公里 过半了 10分钟 心力160 最后三公里 加油 都是抖上 目前感觉 骑完车好像 有一些跑步能力的加成 喘度没那么高 可是腿很酸 肌群不太一样 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还好有我们今天的骑车伙伴 没错 我现在轮胎上的呢 就是这条马吉斯的New High Road SL 这条轮胎也算是大更新啊 他如果你想要找一条高性能 而且滚动阻力很低的话 欸 马吉斯这条准没错 他这一次呢 相对于上一代 滚动效率优化了25% 轻量化也提升了10% 重点是防穿刺的能力也有提升 所以非常全能的一条轮胎 非常适合大家在明天 可能要去看一场比赛的话 换上像这样的无内胎系统去参赛 绝对会让你的成绩可以再UP UP 那这次马吉斯的产品定位呢 像我们现在正在测试当中 所以我们一定选用最高规格 滚动阻力最低最轻量化的New High Road SL 但像是平常在日常训练的话 就可以选择稍微比较耐用的High Road 甚至啊 如果你是想要去环岛啊 长程这种骑程的话 也可以选用它们比较耐穿刺 而且耐磨系数比较好的这个REFUSE 甚至啊 如果是出街的车友 他们也有提供另外一款轮胎给大家做选择 就可以依照你自己使用的场景 来做合适的选项 最后一个下坡 要稍微加速 17分钟 现在2公里 最后2K剩 现在骑了4.4公里剩2公里 17分30 轻率170 网路已经下降了 轻步好现在剩228 太喘了 5公里剩1.3公里 20分半 空轻排 最后1K 快到了 啊 看到佛了 我的個人成績已經完成了 現在還有500公尺 在哪裏 放在幅上 放在大門上 等一堆 放在大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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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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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